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月不发银子给他当生活费 当古代臣子建造皇帝 是需要下跪行礼的 在溥仪这里就没有这些礼节了 而且溥仪也不需要上朝 手下那些宫女 太监对他也不是很尊敬 据说皇宫中的太监还常常把宫里的宝贝偷拿出去变卖 小时候的溥仪对这些完全不懂 直到后来他读书学习 才明白自己的身份 溥仪从小读过许多书 四书五经都有读 还有治国方论 初子嘉训等等 1919年 当局者还给他请了一个外教 此人名叫庄氏堆 他当任溥仪老师基建 教溥仪外语 数学 英文 世界历史等 这令溥仪眼界打开 而且溥仪家住在皇宫 里面的宝贝太多了 所以他经常去看这些皇家收藏 据说溥仪十六岁时 就已经有很高超的建宝能力了 一般的古董真品 溥仪只需要看一眼便知真假 主要是因为他建的太多了 有些股东看都不用看 摸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宴品了 这项能力要是放到现代 也可以算得上建宝专家了 据说溥仪有一次去王国伟家里做客 王国伟拿出自己收藏的一个古董 溥仪看了一眼说 这跟我家里的不太一样啊 王国伟听出来这溥仪的意思 第二天拿到市场上鉴定 发现果真是假货 可见溥仪的健保能力真强 相比于历朝历代的皇帝 溥仪虽然在卫世间短 而且在卫世还是个孩子 一样都不懂 不过他后来的健保能力 却是历代帝王所不能及的 不过很可惜 虎这项能力 在当时的乱世没什么用 并不能给他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也不能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李宗盛